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好 谢谢儿子对我的理解 应该 我其实当时录这个笑江湖的时候 您跟我爸 反正我爸回来跟我说来 他说那个 以后你就管 咱那老师你管人叫干妈 就那什么的 但是咱一直没见过 所以这次第一面见见的时候 我也不敢 咱哪愣头可哪多一儿子 哪敢随便 咱必须多一儿子 来吧 儿子 妈 我就不敢不敢喊 后来我一看 您先主动就喊我来儿子 当然我知道这可能是咱们北京天津习惯吧 但我确实见着你亲 我说我一点不撒谎 我跟你爸合作的可愉快了 是 我爸也总练得好 我就记得你弟弟那会儿 小的时候 这胖了 确实得稍微控制一下 特别不好 成长发育过程中 这个我其实很有发现 我小时候又胖 会让我心里感产生自卑 是吧 而且那会儿青春期 想谈恋爱 有别的女孩喜欢我 当然人家不能主动说喜欢你 但是意思表达的很明确 人可能等着我跟人表白的 我就不敢说 我很自卑 我觉得我跟人在一块 我就觉得 特不好意思 特不好意思 后来 这我太懂了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挺胖的 对 我说跟人一块 你说拉着手走到外头 我觉得 别人怎么看我 这女保姆 人家觉得是 你这个 我都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孩子 你挺敏感的 我都伪装的坚强 我这都是 是吧 一会儿我哭一半 是吧 那你哭一会儿 真的 那你非常敏感的孩子 后来 长大了 瘦身这东西 得给我带来的 不仅是说身体上的一些个 就是减负 其实心理上给我减轻了很大负担 而且是我 怎么说呢 算是我觉得 我做的第一件我特别值得自豪的事 因为您知道就是在不材上业子啊 就我这种身份 我干什么都会让别人觉得 哎呀他这个靠他爸呀怎么怎么样 而且我这这这肯定会跟我一辈子 我也不想摘到这吧 这就都远了 对 但是 减肥这个事 对 是我觉得第一 就是我做的第一件 这事跟我爸一点关系没有 嗯嗯 这这这和他爸是郭德纲 所以他才能瘦下来 他没有联系 对对对 这是我只靠我自己 我战胜我自己的欲望 我怎么怎么样 哎你最胖的时候多少斤 最胖是196 哇就你这个 我才1米7啊 妈 我196斤 你想我当时 哇 我什么样啊 我最瘦减到112左右 哇 你想那个就女演员特瘦的那个 就等于减掉一个他 减掉一个人 哇 70多斤7不10斤 必须为这个必须碰一下 哈哈哈 真的 太有成就了 太厉害了 我当时就就这这一件事 这个整个人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太厉害了 我们可以走去找单单姐他们 你觉得怎么样 哎可以 好吧 你们去看看他们干啥 下去 我们我们一个一个打扰他了 我们先坐他 呦呦呦呦 怎么 哎 来雪了 谁呀 呀 快来快来 能进吗 必须 嘿 进来啊 管他们要点啥喝的呗 我拿我 我得这空手 哎呀你们看楼下那吃饭菜呀 那山下那饭菜呀 呦呦呦呦 这怎么我们这 你怎么一个一个都 你这干嘛呀 我去过来看你们守不守规矩 我看不太守规矩 晚上都有人不守规矩的 你怕什么 确实那没有 这是我的吧 没没没 哎呀妈 哈哈 这要来多少人 我傻服了 哎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妈呀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可 不是说不能进吗 哎不不 哎我住这就可以进 我住这就可以进 我这是好热的 你们也没带点喝的上来 没行事让能让进 不让进吗 让进让进 这回让进了 那能让他们从山下送菜来吗 赶上活呗 你别自贞自饮呐 赶安安安安安 太开心了 啊 我跟你讲 我就在来之前看雪芹 她的脱口秀 哦真的 我我我说句心里话啊 我都没觉得以为然 就是 但是来了之后 我确实觉得他们真的棒 太棒啊 但我本来就觉得他们很厉害了 我看脱口秀跟那个吐槽大会 他们在吐槽的时候 到最后你还可以去感动人 或去讲一些人生 我觉得那是太厉害的一件事情了 而且我就觉得说 如果下面的人弄一下 你怎么办呢 林学琴下台 就如果 没有这样的 保安就拉走了 但我遇见过观众 你你你我你应该也遇见过 就是那种我在台上说 他就这样 对 面无表情 就是啊 审视你 摇背 一插手 对 上下打量你 对 对 然后我都 他脸上表情就是 也不咋好笑啊 对 是吧 你不可乐吗 咋这么火呢 不咋好笑 没啥意思 就是这种 对对对对 那会影响你们的心情吗 当然啊 会会啊 你一低头就看见他 你也不影响 我之前就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的问题 但我之前看北野武写那他那自传 北野武原来不做漫才吗 然后他 落雨啊 对然后他就说 嗯 他那个时候已经就火到全日本都知道他妈妈 他做巡演 然后 他说就一万个人里面 可能就两个人没笑 他这一场就完了 这一场就只给那两个人演 就是我非得给你逗笑了 对 他所有的责任都在那两个人上 你俩为啥不就 我就要给你俩演 他就他忽略掉其他998个人都不重要 我就给你俩演 他都已经那样了 他也是这样 对演员是这样 我就说我对他们 对这个孩子的了解 我真的是 但是我真挺蛰伏的这次 谢谢 真的 真的 谢谢妈妈 好聪明 好聪明啊 这个小孩 真的聪明 你这样吗 他这个 是呢 来 来 那可不咋的呢 是呢 可不吗 来 走一口吧 走一口 走一口 喝点茶 鸭呀 鸭呀 就到这一口 嗯 感觉这更像是一个忏悔式 不一定是一个冥想物 我本来还想 洗脱一些行为艺术 对大家对行为艺术的误解或者之类什么的 但是 要么就是实现不了 如果实现的话呢 又会产生更多误解 我觉得像今天上午那个 汉哥 紫毅 周爷和 小赖 他们不参加行为艺术这个事情 我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 所以做艺术总的来说还是 一件非常自私的事情 至少会给人感觉非常自私 因为你需要其他人的配合 然后你会以一种非常扩张性的 侵略性的方式去 侵占别人的生活来实现某种 你自己的想法 就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自私的事情 我后面还有一些行为艺术 所以现在面对在我面前应该是一个挺难的状况 我上一次离开的时候都已经碰到我就是近几年的巅峰了都 我已经碰到我近几年巅峰了 我觉得还是不累 这种累不是那种累 这不是在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耗 还有那种焦虑的累 对放松 放松就容易胖 吃饱了吗 对不放松就不行 姐那冰箱的事子依说没跟你说清楚 就是我们首先有一块是他们的这个烘焙屋 要放那个准备好那些蛋糕点心 然后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下午茶 然后那个冰箱是放就有烤串 就是放就两层 一个是那个放就保鲜的 一个是冷冻的 你就买一个你自己的那个就行了 它原来越显浪费 行可以 买一个吧 买一个就是了 那灯 灯肯定行 必须得有 汉哥 汉哥 来来来 没有汉哥早上就是行文艺术那个时候 你提的两个点 是我觉得我这个作品就是做的不好的地方 因为第一是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不好 是针对咱们这个形式是不好的 你那没有不好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绝对能留给就是 就是以后的人来 它是绝对好 对 但我也 我确实觉得就是一针见血真的是不好 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硬逼着自己去参加这个 也不是我的初衷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意思 没事了 因为 哎 其实 咱成年人是就是我觉得就只是针对当时的事情 就过了就过了 过了就翻皮埃了 我我觉得不用算不算和解 但是呢就是那个张力其实是缓和了很多 就某种张力是缓和了很多 男人嘛 就过了就翻皮埃你知道吗 但是可能在当下可能就画感画 大家都在那个情绪的点上 然后大家可能对于处理事情就没有达到一个周全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不断地去经历 然后去感受 然后不断地去反省 这个也是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最重要的意义 然后也是一种收获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应该承载所有的个性 这就是我的看法 来 为我们的相逢 干杯 往这里走啊 咱们走 咱们走 咱们走